歐羅山未起 國異黑循法 我們每天在開車,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經過這個波斯隆登隧道? 那個地道?隧道有沒有經過? 你經過的隧道要小心的,為什麼要小心呢? 你過的隧道要小心的? 為什麼?那個水泥會掉下來啊 還有那個電燈啊,你們掛到電燈啊 一百多磅的電燈就掉下來啊 你過隧道還要小心啊 如果你看氣象報告,這兩天下大雨的話 你最好不要過那個隧道 你知道那個隧道有什麼現象嗎? 漏水啊,已經花了十億美金了 十億孩子的美金了 不是,不只十億美金了 大概超過十億美金 已經做了十年了 已經挖了十年了 還沒有完工啊 還要補啊 這個隧道上面那個路啊 那個水泥路,剛剛修好還沒有三年了 要重新弄,還要花好幾百萬 要鋪了個瀝青啊 因為講柳英南的氣候啊 不合適用水泥啊,要用瀝青啊 所以人的工作 不管你花再多錢 你再有本事 永遠是什麼? 現在進行事 現在還要再做 那麼只有神的救恩 神的幫助是什麼? 現在完成事 對了,太有意思了 好了,還有一段 第四段 這個第四二節 我拿什麼報答也要花 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 我要 舉起救恩的杯 第四四節 我要 在眾民面前 然後呢 第十七節 我要 以感謝 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話 這是用什麼事情的? 未來簡單事 未來簡單事 這個話很有意思啊 在二十大戰的時候 有一句最出名的話 就是馬卡帥 將軍講過一句話 他在菲律賓的時候 被日本人趕下海了 逃跑了 坐潛水艇逃跑的 坐潛水艇逃掉的 他走的時候 他就講過一句話 我要什麼? 我要回來 到了19...大概是1944吧 還是1943 他真的 坐了大的船 跟著他的隊伍 他就走上 從那個海面走過來 所以 那時候那個 隨著軍隊走的記者呢 就拍了一幅照片 那是第二次大戰最出名的一幅照片 我要什麼? 我要回來 所以這篇詩裡面呢 講到我要我要我要 是未來簡單事 這個話什麼意思? 太有意思了 我們人呢 我們中間 我們這邊大概三分之一啊 三分之一都是年長的 我們年長的都看 看什麼? 我們是看從前 看現在看將來 看從前 從前我跑這個山跑很快 看從前 從前我都可以游泳游多遠 看從前 那麼年輕人看什麼? 看未來 看未來 那麼這個話 這個話 未來簡單事 表示什麼? 表示基督徒啊 你有一個好的天賦 你才有什麼? 未來 你才有將來啊 如果你沒有天賦的話 你沒有將來 你沒有將來的 所以這一篇詩啊 太好 這篇詩其實可以分成四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第一節到第四節呢 講到我求神的恩典 第五節到第七節呢 講到施恩 第一是求恩 求神的恩典 第五節到第七節呢 講到神給我恩典 施恩 第八節到第十一節呢 就是蒙恩 我蒙到什麼樣的恩典 第十二節到第十八節呢 講到報恩 我要報答神的恩典 那麼求恩 他怎麼求呢? 他說啊 我愛耶和華 這是用現在簡單事來寫的 因為他聽了我的聲音和我的肯求 這也是用現在簡單事來寫的 就是他求恩什麼意思呢? 他求恩向誰求啊? 向耶和華求 耶和華是神的名字 神給人呢 立約的名字 表示什麼呢? 這位神呢 跟他很熟悉的 他認識這位神的 不是很空洞的 不是一種力量呢 一種什麼哲學呢 不是的 我們信的神是 實實在在 一位有大能的神 跟我們很親切的神 那麼 他是什麼樣的情況下面求呢? 他是非常的困苦 非常的困苦 死亡的神所傳染我 陰間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濫愁苦 各樣各樣的困難 第一呢 講到沒有命了 人呢 死亡啊 是人一個最大的威脅 然後呢 更可怕就是陰間的勢力 就是死了以後 人不知道死了以後是什麼 那是更可怕的一件事 然後活在今天啊 世面楚歌 好像活在人間地獄裡面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但是 他禱告的時候 他怎麼樣向神禱告呢? 他怎麼樣向神禱告呢? 他向神怎麼禱告呢? 他向神怎麼禱告呢? 他只有一句話 我便求告耶和华說 耶和华求你救我的靈魂 他就很直接很簡單 聽他的禱告 這樣的禱告 好了 更要緊呢 這位神怎麼聽他的禱告呢? 怎麼聽他的禱告呢? 在第一節裡面就講到了 他聽了我的聲音 就是我們有時候禱告 趕快到一個地步 講不出話來了 講不出話怎麼辦呢? 我住病院 住過兩次 做大手術 2005年的時候 我是淋巴癌開刀 2009年呢 肺癌開刀 我進醫院的時候 真的是浮得進去的 身體很虛弱很虛弱 很虛弱 沒有辦法 就是只有聲音了 但是很奇妙 神聽我們的聲音 所以你的嘆氣 唉 誰聽到了 天父聽到了 所以 你不要看我的渺小 不要看自己渺小 不要看自己渺小 不要看自己夫婦人 神呢 他聽我的聲音 他聽到我的聲音 而且呢 怎麼聽呢? 第二節 他既向我渺耳 這個話什麼意思? 很有意思的 我住院的時候 我的醫生呢 常常來醫 來病房 來看 那有的時候 我 我一 我一開刀以後 大概前四天五天 我都沒有醒過來 沒有醒過來 那麼醫生來了以後 醫生幹什麼? 醫生呢 需要把身體俯下來 聽聽我的鼻子啊 聽聽我這裡 還沒有氣啊 按按我的脈搏 這個 他既向我渺耳 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 神呢 住一天你禱告 好不好? 太好了 所以你放心禱告 你禱告就是沒有話 講不出來了 太苦了 我絕望了 我沒有辦法了 只要你肯禱告 怎麼樣? 天父怎麼樣? 天父就聽到了 好 所以這裡講到 我們 我求神的恩 第二段 施恩 好了 那麼我向神禱告 神聽不聽呢? 聽 為什麼神要聽呢? 不是因為我好 不是因為我這個人啊 很值得神的幫助 也不是我這個人啊 配得神的幫助 那麼 神聽我禱告 是什麼原因呢? 第四節 第五節 耶和華怎樣? 有恩會 神是個有恩典的神啊 不是我好 是神有恩典 如果要看我好不好的話 用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人會改變的 我們都是做爸爸的 林長老也做爸爸 我也做爸爸 我們周年很多人做爸爸 我們做爸爸的 今天是父親節的 我們哪一個爸爸 你可以很公平的講 我對所有的小孩都一樣 是不是真的? 不是 如果這個小孩啊 乖巧一點 讀書讀得很好 又會討我的喜歡 我愛這個孩子怎麼樣? 就多一點 所以現在還好 現在孩子很少啊 幾個啊 一個兩個 比較好一點 從前我家裡啊 五個小孩 我自己家 五兄弟姐妹 啊 那個爸爸媽媽媽很難愛小孩了 真的 我們五兄弟姐妹啊 很淘氣啊 很頑皮啊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家裡 每天都打小孩了 每天都聽到小孩挨打 太調皮了 這個是個真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 沒有 所以 所以 爸爸愛不愛小孩呢 看那個小孩的成績單 如果那個小孩的成績單拿回來啊 通通是怎麼樣 通通是 九十八 一百 九十九 這個爸爸很開心的 如果這個小孩拿一個成績單回來啊 哎呀 三個A 兩個B 特別我們中國人做爸爸 我們中國爸爸很奇怪的 怎麼奇怪 看成績單啊 看其他呢 A看不見的 那個B啊 那個C看得起最清楚 那個小孩一個成績單 六個科目 有五個是A啊 爸爸沒有看到 爸爸就問他 為什麼你這個social style得拿個C啊 A看不到 爸爸看到這個C 所以 我們人呢 我們人的態度很容易改變 很容易改變 今天愛你 明天呢 明天呢 明天就不愛你了 啊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這個 所以我們中國人呢 中國人在結婚的時候 不是掛對年嗎 我們中國掛對年的 有一個華人掛對年的 上面怎麼寫 百年什麼 百年和好 百年和好 對不對 最近我就看了一個新聞呢 很有趣的 我不知道是 哪個地方 有兩隻烏龜啊 烏龜老夫妻啊 兩個烏龜都是一百一十五歲 那麼動物園養的烏龜啊 他們不用煮飯 不用洗衣服啊 每天有人拿很好的水果 很好的東西 餵他吃啊 番茄啊 大白菜 餵他吃啊 他什麼都不用做 兩個人結婚了 如果兩個烏龜是十五歲 結婚的話 已經結婚多久了 一百年嗎 他一百一十五歲了 十五歲結婚的話 百年和好 一百年了 真的 這兩個烏龜放到動物園 兩個烏龜幹什麼 打架 你咬我 咬到頭過小的 這個沒有辦法了 動物園把這兩個烏龜啊 分開放 所以你看 這個人呢 你講人是越老越相愛啊 還是越老越什麼 不容易 人生會改變 所以啊 如果你用我來做基礎 你拿自己來做標準 神啊 我向你禱告 如果你拿自己來做標準的話 神有沒辦法聽你的祷告 神沒有辦法聽你的祷告 因為啊 你今天好 明天好不好啊 明天就不好了 你今天愛主 愛神 你明天還愛不愛啊 很難講了 人有時候很苦的時候 哎呀 很受苦的時候 哎呀 祷告啊 足跡啊 依靠神啊 等到他發達以後 很愛不愛啊 就不愛了 所以呢 我們在第五節這裡講 神聽我們禱告 是根據什麼 根據神自己啊 不是根據我啊 所以 我們禱告 有用沒有用啊 有用 而神不是根據我 神是根據祂自己 祂是一位好的神 祂有恩惠 後面講什麼 有什麼 有公義 有公義 有公義好不好 太好了 為什麼 你我們禱告的神呢 這個神是個公義的神呢 太好了 公義什麼意思啊 有信用 講話算話 不改的 不會討價還價的 講話算話 這叫做公義 所以我們的神是公義 公正公平的神 這樣的神好不好 太好了 神是知道一切的 神知道人的內心 神知道我的情況 所以神是公義的 所以我們拜神的神 我們敬拜我們的神啊 需不需要送紅包啊 所以今天你找人辦事啊 特別在這個亞洲地區啊 所有的亞洲國家 你要怎麼樣 要找關西啦 要走後門啦 還要怎麼 還要送紅包了 所以他們講啊 亞洲人的地方啊 政府有一個政策 老百姓就有什麼 就有一個對策 就有一個對策 政府有一個政策 老百姓就有一個對策 總是有辦法 你有這個規定 我們總是可以找那個後門 可以找進去的 所以這就是不公義了 如果公義的話呢 有什麼問題的 就不需要走後門送紅包了 所以神是公義的神 神怎麼講 神答應的事情 神就不改變了 所以是你怎麼講 約翰一書一章 一章第九節怎麼講 神是信實的 神是什麼 公義的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怎樣 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福 所以我們禱告 你只要肯祷告 我們的神是有恩惠 有公義 而且我們的神是怎樣的神呢 以憐憫為懷 祂知道我們的過犯 祂知道我們的軟弱 所以爸爸做父親 就有這樣的心 對自己的小孩 憐憫比較多一點 對別人的小孩憐憐就少一點 這個人是很自私的 對自己的孩子 我的憐憫就多一點 對別人的小孩 我的憐憫就少一點 如果我們一個不好的人 對自己的孩子 都有憐憫的心的話 我們可以想一想 我們這麼好的天賦 對我們怎樣 更多的憐憫 所以我們不但是一次犯錯 我們兩次犯錯 我們常常犯錯 我們不但是一次走錯路 常常走錯路 但是呢 只要你肯悔改 神怎麼樣 神以憐憫為懷 好的 好了 第六節 神保護與人 所以今天呢 我們呢 我們 在美國是講究 講究競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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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究自己的辦法的地方 你有本事 講本事的地方 你有本事 你就可以發達 所以最近這個 做這個軟件的 這個臉書公司 大家都知道吧 臉書啊 你們 我們有多少人參加這個臉書呢 我沒有參加 因為我太老了 已經很落伍了 這些東西 我都不會搞的 這些 這些平板電腦這些 我都不會用 太老了 搞的 這個臉書啊 都有辦法 他很有辦法 他這個這個 他大學不讀了 去開個臉書公司 然後啊 本來臉書的股份呢 應該多少錢一股呢 應該是十三塊錢一股就夠了 他變成多少錢一股啊 變成四十多塊錢一股 然後一直跌跌跌下來 所以他看他開始賣的時候 哇 很多人上了當 這種人呢 是有辦法的人的 所以呢 那麼你講 我這個人是沒有辦法的人 怎麼辦呢 第六節 耶和華保護什麼 保護羽人 我落到卑微的地步 這兩句話 如果你仔細想想 他有意思 什麼叫做羽人呢 如果你看英文聖經的 這個羽人是怎麼寫的 簡單呢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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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意思 簡單 英文用簡單 中文用什麼 語人呢 這個如果你把這兩個放在一起的話 有個很有 很 有一個很 有一個意思就是 從這個簡單呢 從這個簡單呢 到什麼 到幼稚 有的時候我們做事情呢 很很倔強 很固執 很固執 很孤僻啊 就自己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這樣 自己做事以前不祷告 先要照自己的意思做 從這個 從這個 頭腦簡單 而且怎麼樣 四肢也簡單 我就發現我就是這樣 頭腦簡單 四肢也簡單 我去做木工啊 做什麼工啊 糟糕了 修什麼東西啊 我太太知道了 最好不要修 越修怎麼樣 越修越多 這就是頭腦簡單 四肢又簡單 你不做還沒有關係 越做越糟糕 就是這個 就是語言 就是這個意思 頭腦簡單 然後到幼稚 從幼稚到什麼 到愚蠢 你看 所以英文是simple 中文是語言的 這個話就是說 我用我自己的辦法 我從這個幼稚 簡單到幼稚 又知道愚蠢 越做越糟糕 結果怎麼樣 我落到什麼 極卑微的地步 所以有一次啊 我有一年呢 大概一年 兩年以前 幾年以前 我不記得了 我很有 神給我一個好機會 回去台灣啊 旅遊啊 去旅遊 我40年沒有回去了 回台灣去旅遊 結果這一次 是我這一生呢 第一次有機會 到台灣 台灣 東部有個地方 叫什麼 泰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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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魯各那個步道去走 哇 太美麗了 那個步道 彎彎曲曲的 很小的步道 你們都去過吧 去過 一定要去 那個鼓深不深啊 深啊 深啊 如果你這上面 那個欄杆欄起來了 如果你要走過去 一掉下去了 我告訴你啊 不到五秒鐘就 啪 就掉下去了 五秒鐘 就已經掉到谷底 這個 落到極卑微的地步 就這個意思 那 掉到這個谷底呢 你還有什麼辦法 沒有辦法 那怎麼辦呢 還好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只要啃禱告 怎麼樣 第六節怎麼說 他 救 我 你只要 你什麼都沒有 你有神就行了 你什麼辦法都沒有 簡單 到幼稚 幼稚到愚蠢 沒有關係 我做錯了 我做 做壞了 沒有關係 你只要啃禱告 啃悔改 神就有辦法 好了 然後呢 我落到極卑微的地步 所以這個 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神還可以救我 然後呢 第七節 我的心呢 你要忍歸安樂 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我 這個話的意思就是 你只要啃禱告 神呢 救你以前呢 先給你吃一個藥 什麼藥 定心娃呢 神給你個定心丸 先讓你吃一顆藥 你只要心裡面知道 有神的幫助 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你掉到太魯閣那個谷底的時候 你禱告 主啊 我落到極卑微的地步 他救了我 你只要啃禱告 你在谷底的時候 你抬頭一看 看到天父 你就有希望了 後面怎麼講呢 主啊 第七節 神怎麼做呢 你救了我的命 免得死亡 救了我的眼 免得流淚 救了我的腳 免得跌倒 就是說神呢 不但是救我的命 神給我一個新的希望 不要再 眼睛是希望啊 不用再流淚了 而且呢 神讓我走一個人生一個新的道路 是一個人生的新的道路 所以呢 當他最沒有辦法的時候 那個 他就這樣祷告 第九 第九節 我要在耶和華面前行活人的路 他在最沒有信心的時候 他能夠肯定 神會給他信心 神會給他道路 然後呢 他就 心裡面很獨定 神能夠幫助 到最後呢 這就是他第八節到第十一節 是蒙恩 到最後呢 就是報恩 就是一個基督徒呢 我們是有希望的 我們是有希望的 我們的希望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神的子民 我們有我們好的將來 所以 這為什麼這個詩篇是人生的凱歌呢 這個詩篇呢 你可以用在 我們中間大概每個人都結了婚了 如果你還沒有結婚的話 你結婚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詩篇呢 連我這個人 神還給我準備了一個好的妻子 那你結婚的時候可以用 當你大學畢業 拿到學位的時候 你可以用 等到你以後啊 很有成就了 我相信我們中間很多人啊 都是很傑出的校友啊 你很有成就以後 你的事業很有成就以後 你的大學啊 很歡迎你回母校去 為什麼歡迎你啊 可以捐錢啊 對可以捐錢啊 你是好的校友可以捐很多錢啊 所以 所以如果你是個很接觸的校友的話 你的學校 你的學校在你這個六十多歲時候 就常常跟你聯絡 他就希望什麼 你把你的所有的遺產啊 通通捐到學校 所以哈佛大學啊 MIT這些學校 很有錢啊 他們的錢用不完的 MIT跟哈佛啊 他們不收學費都可以維持 真的 為什麼他們這麼多錢 因為他們的校友都很傑出啊 所以他們這個校友 傑出校友 所以呢 你是傑出校友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詩篇 我這個這個你有 然後 如果有一天呢 你不但是傑出校友 你還可以拿羅比爾獎金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詩篇 到最後 弟兄姐妹啊 如果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對神真的有信心的話 你什麼時候可以用這個詩篇啊 任何時候啊 你講一個最最肯定的 這一篇詩篇什麼時候可以用啊 什麼時候可以用 追誓禮拜可以用 只有基督徒 在追誓禮拜時候 可以唱這個凱歌 真的是人生凱歌 我要 我要 我要集取救恩的杯 稱頌猶樂華的名 所以在美國 我剛剛說了 是個追求成功的地方 所以很多的成功的人呢 像蘋果的老闆 成功不成功啊 喬布斯啊 喬布斯蘋果的老闆 成功不成功啊 很成功啊 他有五十七十多億美金的身價 臉書的老闆成功不成功啊 很成功啊 所以這個蘋果的老闆呢 他到最後一年的時候啊 史丹夫大學請他到學校去講畢業典禮的時候 請他去畢業典禮演講 他就講什麼 成就你兒童時候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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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講 他說如果你要想到 今天是你最後一天在地上生活的話 你要做些什麼 他講我每一天就是這樣子來看自己的人生 所以他的演講 非常的轟動 很有 這個很有影響力 但是到他的這個 追世禮拜 帳禮的時候呢 就沒有聲音了 就沒有聲音了 所以他在地上很成功啊 所以喬布斯啊 他的有七十多億美金的身價 七十五億美金的身價 不但是這樣 他住的房子是個豪宅 他的房子有多大你知道嗎 一萬三千四百平方多英尺 非常豪華的一個大住宅 但是 從他的豪宅 他現在住在哪裡啊 住在哪裡啊 住個英宅 我們華人叫做英宅 那個英宅有多大 三尺 三尺 我們五姐妹講的有三尺 一點點 而且呢 英宅什麼燈都不需要 什麼燈都不需要 跟他那個豪宅差別太大了 所以你看 從豪宅搬到哪裡啊 搬到英宅 但是你看這個詩篇呢 他這怎麼講的 最後一節 我們一起讀好不好 我要在他眾民面前 我在耶路撒冷當中 向耶路撒冷當中 這個話什麼意思 如果我們都是信主的人的話 我們才有將來 有一天怎麼樣 我們要從哪裡啊 從地上搬到哪裡啊 搬到天上 就是這句話的意思 所以 什麼是凱格人生的 有神 我們才有希望 如果沒有神 你從豪宅搬到英宅 如果我們有神 將來我們到一個更開放 更美好 更好的地方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跟誰在一起啊 我們跟天父在一起 好不好啊 好啊 這才是我們凱格的人生 所以這篇詩啊 不但是我們讀啊 耶穌基督自己在地上的時候 每一年 耶穌過一月節的時候 耶穌都要讀詩篇 113篇到118篇 而且過一月節那八天呢 每一天都要讀這一篇詩篇 這篇詩篇有一個很重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什麼呢 這個很重要的重點就講到 耶穌基督自己啊 落到極卑微的地步 耶穌基督自己 他從天上 從天上 從天堂 來到人間 落到一個最卑微的地步 來到地上 為我們生命 來救贖我們 最後 他生到哪裡去啊 他生到天上去 而榮耀地 升過天上 這是耶穌基督的凱歌啊 所以 當耶穌基督 復活升天的時候 天使天君 地上的人 都看著他 耶穌基督這樣榮耀地升天 所以弟兄姐妹啊 我們基督徒要改一改我們的習慣 改一改我們的風氣啊 改什麼風氣啊 我們每年十二月的時候 我們都過什麼節啊 過聖誕節 我們可以改一改啊 不要過聖誕節啊 我們不需要慶祝聖誕節 我們要慶祝什麼 要慶祝 要慶祝耶穌基督的再來啊 我們要慶祝耶穌基督的再來啊 所以以後十二月的時候 我們基督教會啊 應該推動一個風氣 我們過聖誕節的時候 不是耶穌基督的來 第一次來 我們要慶祝耶穌基督第二次來 因為只有基督徒啊 有這個希望 這是我們凱歌的一聲 好的 那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 求神祝福我們 讓我們呢 讓我們也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在地上 我們要怎麼樣呢 這個詩篇意思 118篇 最後一段告訴我們 我們要做兩件事 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救恩 第一呢 我們要報答神的救恩 第二呢 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做一個 侍奉神的人 我們做神的仆人 做神的仆人 你做任何一個行業 任何一個職務 任何一個工作 都可以在我們的工作上面 來侍奉神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生活 然後呢 我們在地上忠心的生活 感恩的生活 有一天怎麼樣 我們可以一起啊 在神的國裡面 唱什麼 唱凱歌 這是我們凱歌人生 求神祝福我們 如果你們回去以後 你們可以 對照一下英文聖經 這樣的話 你的了解會更多一點 好 謝謝你們